接下来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最新款的这个研磨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就是说将要研磨的这个发抖件装到这个固定座中 然后呢把这个紧帽盖上 这里呢先不要悬紧 找一下中心 装好中心之后把它悬紧 因为这个发抖件的磨损的比较轻微 我们直接可以加这个40号的研磨膏 40号研磨膏这里有个40 这研磨膏呢一定要加到这个发抖件的中心位置 接下来打开电机 转速大概在2600转左右 然后开始研磨 研磨膏的时候这个力度 不能太轻了 就下去之后再稍微给一点力 这样研磨大概十次左右 关掉电机 然后再加点研磨膏 然后再打个电机研磨 点研磨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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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摸个四次左右 这样子呢 这个发图件就基本修复完毕了 接下来